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离几两树做灯饮 做灯饮的时候 应该有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拇指接着放在膝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正确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左右读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币后仗 或者是速战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呢 先就是在你的这个速食的坐点上呢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呢 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 稍微就是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那个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就是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勾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术一呢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肆气啊 出三肆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缩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派出 出这个三肆气 这个坐树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勾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鼻 从坐笔孔当中的出三肆气 就是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而所作的一些罪业呢 以浑色其地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肆气 双数度这个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肆气 出三肆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其地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派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肆气 开始念的四肆法 还有这个元七肆啊 以诸穆菩萨的这个三肆气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将册 我就是欠伤了 我在城堡主 我就是欠伤了 我们是欠伤了 我们是欠伤了 Bumaena Sara maza baba hon pi zh慢慢 啊啊 哦 哦 哦 日日 留了 依依 وا kakan gagangat haa saan za zana ca ch chan ja ja na ta tan da na Bapapa baba maya ralaa kha sa ha cha 啊啊 哦 哦 日日 留了 依依 وا kakan gagangat haa sa san za zana ca chan ja ja na ta taan da da na 父母 山花临 的 preparing their life to live, 有的人在生活。 父母 山花严 的为何生互, 母母 山花临 老人 心旳一世, 我们的叫做做数研究, 他们在导演里面 Probably the meaning of rhetoric, 然后呢就是 为了就是你全面无际的一切凶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圈灵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现 那是你全面无际的一切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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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份重体啊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明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道中呢 让这个设计了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核当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主就能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再讲一下忏悔 我们那天施修法在忏悔之里面 忏悔之当中观想的时候先皈依和发心 然后在三宝所依面前 像佛像佛塔佛经 这些面前自己合唱 观想从无始以来 自己所造的一切罪业 有些是想得起来 有些是想不起来 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罪障 包括不恭敬自己的父母 诽谤上师 还要对道友 轻毁一些其他的众生 造了十种不善业 造了五无间罪 净五无间罪 以及损害三宝的财物 还有各种吝啬心 不愿意捕食 以牵涉性为害别人等等 这些所有的罪障 全部都是观想成一个黑色的黑团 黑团就寄在自己的舌头中间 这是一种特殊的观想方法 大家都知道 《大圆满信息修行》里面专门有窍诀 然后观想有一种猛烈的忏悔心 觉得无始以来到现在造了这么多罪 比如说一个人 他做过特殊的诽谤 正法或者杀害有情 这些特意地去观想 观想以后想到在自己的舌头中间 有一个小小的黑点 自己所造的罪业是这样的 然后在自己忏悔的心的激发 和他的全境下 在三宝索义 不是 我刚才前面观想三宝索义 这个三宝索义放射无量的光 照射到我舌头上的黑团 然后这个就像是 太阳照在雪上面的时候 雪马上已经融化了一样 罪业全部都是得以清净 然后自己观想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造这些罪业 然后念什么 百字明啊 念三十五部忏悔文啊 最终的时候 把所忏悔的罪障和自己和 包括诸佛菩萨 全部都是效益法界当中 在无缘的境界里面 安住一回儿 最后触定的时候 心中作恶 跟平时的生活一样 尽量地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最后还是以如梦如幻来观想 如梦如幻是在任何修行的触定界 非常重要 最终还是善根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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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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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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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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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